房地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实在走不下去了 主动戳破房地产泡沫 泡沫的计划似乎有失控的感觉 放松限购后 头一回就不回来了 失去了最大的裁员 地方政府很着急 河南的400亿村镇银行爆雷事件 一桩一桩光怪陆离的事情 接二连三发生 事情越来越走向失控 1992年 全国财政收入总计3500亿元 其中地方2500亿元 中央1000亿元 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 赤字1000亿元 中央穷到只能向银行赦债 穷到1991年 中央财政部长王炳前 请各省财政部长为中央募捐 穷到1993年 朱镕基副总理 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说 财政体制再不改革 中央财政到2000年就会垮台 然后是雷厉风行的1994年 改包税制为分税制 分税制是将税收分为 中央税 地方税和共享税 当中最重要的 占全国税收收入 四分之一的增值税 原是地方最大的税种 支撑地方财政的基石 改革后 中央拿走75% 地方只拿25% 以后财政收入 中央拿大头 地方拿小头 中央财政占税收比重 从原先的20% 提高到50%以上 而地方只占40% 效果立竿见影 1994年 中央财政收入达到 2906亿元 比上年增长200% 到2002年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 达到了55% 地方政府急了 手头的钱不够用呢 这一大帮公务员 教师 事业单位都等着发工资呢 城市基建 医保社保什么的 都要钱搞定呢 中央说 现在卖地虽然收益少 但很有潜力 可以弥补地方财政收入 要不这块收益 就归你们了 从此形成了 时至今日的地方政府 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 地方大量卖地给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 找银行借钱盖房子 再把房子卖给老百姓 政府再把赚来的钱 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 使城市增值 然后房价上升 房价涨地价跟着涨 于是政府收入越来越高 又把高价地皮 卖给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 再找银行借钱 再把高价房子 卖给老百姓 事情 就这样一直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么些年来 房价只有涨很少跌 有楼盘敢主动降价 政府就主动出面阻止 因为房价下跌 会导致地价也跌 地价跌了 就影响占地方财政 至少一半收入的卖地收入 那公务员 教师 事业单位 城市基建 医保社保什么的钱 谁来搞定 土地财政 从1994年开始 就这样 慢慢变成了 地方政府的命根子 但是这种模式 促使房价越来越高 老百姓较苦连天 每天睁开眼 就在还房贷 幸福感大大折扣 另外 也形成了巨大的 房地产泡沫 比如2015年的深圳 我亲眼目睹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房价疯狂上涨了一倍 2019年开始 国家开始出台政策 陆陆续续 主动戳破 房地产泡沫 一大批 昔日横着走的 房地产商开始破产 顺带连累了银行 和各种金融业务 连美国人都被拖下水 也不知道是 节奏出了问题 还是疫情的突袭 打乱了原先的计划 到2012年开始 戳泡沫的计划 似乎有失控的感觉 各地的房子 都卖不出去 各市政府 只能一一解除 原先严厉的买房限购 比如东莞 除了城区和宋山湖 其他各镇 都没有任何限购 可以直接购买房子了 新政发布一周后 东莞周成交量 环比大涨80% 但并不是所有城市 都能像东莞 这么顺利的救回楼市 毕竟东莞 是家在广州 和深圳之间的城市 有的是土豪来这买 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楼市 放松限购后 头一回就不回来了 头一回就不回来 是很让人 着急上火的事情 这种事情以前 从没发生过 以前只要放开 中国人就跟疯了一样 冲去买房 那只能说明 民众有很大一部分 真的没钱了 在三年疫情的影响下 在部分产业崩坏的背景下 至少有一定数量的民众 确实过上了 财政紧张的日子 房子卖不出去 就没有人买地 没人买地 地方政府就失去了 最大的财源 所以我们最近 总能听到一些 不是太好的风声 地方政府很着急 对土地财政 依赖越严重的地方 就越急 以前可以用财政 搞定的事情 现在也搞不定了 比如河南的400亿 村镇银行爆雷事件 48岁的河南南洋人 吕毅 发家的第一笔大钱 来自于2003年 河南南考到 沈秋的高速公路项目 他将高速公路收费权 抵押给银行 换来24亿现金 修高速 将于前参股金融机构 又将股权拿去抵押融资 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 金融游戏 吕毅套到的第一笔24亿现金 到现在还充满了各种疑问 他从这一年起步 对金融业兴趣十足 成立了新财富集团 参股国内多家城商行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在这当中 与许多金融界大佬共享利益 比如2018年 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吕毅曾向郑州银行 副行长乔军安 行贿2300多万元 只为了获取更多贷款 玩他的金融游戏 为了避险 他也将国旗早早改成了塞浦路斯 2022年初 原中国银行业 京都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 蔡讹生落马 吕毅被牵扯进来 协助调查了几个月 4月18日出来后 吕毅迅速逃到了美国 由吕毅的 河南新财富集团 失控的 河南宇州新民村镇银行 河南上菜惠民村镇银行 河南浙城黄淮村镇银行 安徽雇镇新淮村镇银行 安徽设县 新淮河村镇银行里的 400亿储户存款 也跟着不翼而飞 这里头大量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吕毅 是怎么不受监管 控制这些金融机构的 400亿是怎样被转走的 如果钱到了美国 这么大笔钱 又是什么通天手段 搞定出境的 接着 事情越来越走向失控 先是在6月 发生了为防止储户反应问题 郑州市委 政法委 常务副书记 冯宪宪 和市新冠疫情 防控指挥部 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林林 对1317名储户 赴红马事件 当红马取消 储户集中反应问题时 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 白衣黑户集团 打储户事件 一桩一桩 光怪陆离的事情 接二连三发生 有部分是河南当地独特的击毙 另一部分 则跟全国都有共通性 地方政府没钱了 失去了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陷入了困境 开始手忙脚乱 河南储户的事情 河南银保间 暂时给予了兜底 五万以下的全部垫付 五万以上的陆续处理 这件事暂告一段落 但还是让人担心 在地方财政窘迫时 处理问题的方法 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 同样出现在各地的烂尾楼 强制停贷告知书 也是地方财政问题的作用 房地产公司因为缺钱 烂尾楼建不起来 业主停止贷款 对业主在法律上伤害较大 业主肯定是知道的 但业主宁肯用两败 拒伤的方式停贷 说明他们实在不想忍了 不把业主逼到绝境 是不可能有人想停贷的 地方政府出现财政问题 和种种奇怪的社会现象 本质上都是因为卖不出地 卖不出地 是因为房地产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实在走不下去了 一句话 中国从1994年开始的 土地财政走到头了 经历三年疫情 老百姓心态真的变了 他们不再对买房 有那么高的实力和热情了 房地产真的带不动了 地方政府必须拥有新的财源 不依赖卖地为生 才能从这个循环里走出来 地方上不解决财源问题 地方上会一直不得安宁 而期望中 能替代卖地收入 每年都能形成固定税收 保证地方财源支柱的房产税 到现在一直下不来 也许这里面 有我们不知道的麻烦 期待解决 但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以及因此引发的 种种社会现象 确实已经到了 必须根治 让人望眼欲穿的地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